这两天家里面连续下雨 下了几天了 发现这个房子边上这里 塌了一块 里面还有很多古董 那个地方好像又要掉下来了 那泥巴松松了 好像是类似碗还是什么之类的 箱子啊你看看 又开始动了又开始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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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个地方塌下来了 把这个水沟堵住了 把它清理一下 找两个完整一点的 等下洗 洗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把这个水加拿到 洋葱 这个挺好的 好像没有拿你烂 给你烤饭 可以吃 bien 我不能手 这个很奇怪 应该就只有这么高 因为它这个口子在这个地方 要高不矮的 说晚又不像晚 不是用来装什么的 我发现这个圆圆 这个东西有点特别 它下面这个纹路 它是螺旋状的 它不是圆圈 大家看 是螺旋状的 这是碗碟 可能是喝酒的杯子 应该是吧 反正长得很奇怪 如果有人知道 这个是哪个朝代 或者是干嘛用的 可以在评论里留言 那么其实 这就是